有否試過在家打開洗衣機時 聞到有臭味、異味呢? 即是代表你洗衣機已經很骯髒 甚至發霧 現在坊間都有不少洗衣機的清潔劑 以及由公司提供清洗服務 究竟兩者有甚麼分別呢? 家居清洗一般只可以清潔到表面 假設你用一些洗衣機 它只是做軟化的效果 之後用的時候 污垢就會慢慢浮出 或者要用一星期至一個月不等的時間 才可以完全清走 交給專業人士清洗又會有甚麼不同呢? 我們拆開它 所有暴結碰到衣服的我們都會拿去清潔 用高滑水槍物來的 將污垢打凹出來 這樣就會令到最乾淨 清潔劑的話 它可以清潔到的位置 其實是水經過的位置 有少少好像利用一些磨砂膏洗臉的時候 磨到表皮、表面的東西 如果你說要做深層清潔就比較難 我們通常會先跟客人在網上做預約 預約後就會在日期前上去檢查洗衣機 如果檢查發現沒有問題 我們就會收走洗衣機 然後回工場去查洗 很多客人都會覺得 我們放很多洗衣液或油塵劑會洗得比較乾淨 但其實就會有一個反效果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會有些污漬在這裡 因為客人放太多 使用不完的洗衣液就會污漬在這裡 因為所有水都是經這個架 放進桶子然後洗衣服 如果這個架污髒的話 就代表帶了一些污漬水去洗衣服 這些粉狀其實應該就是一些洗衣服 如果放太多 它擠在這裡就會發污漬 其實基本上用清水一擦就擦掉 背面那裡也會有些污漬在這裡 很多人都會失去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看 這些黑色的位置就是一些污漬 將粉夾和刀門長期山柱 不讓它通風有水的地方就會很容易發污 擦到膠邊裡面的位置更加惡劣 跟粉盒一樣 膠邊的污漬一擦就脫掉 要擦掉表面污漬才可以浸洗和消毒 浸的過程還會浮出其他的污漬 看來沒有什麼污漬 但是拆開之後就... 發霉之餘 內桶還關掉了 為什麼你會看到有一些一粒粒白色的碎呢 這就是因為客人本身用太多的洗衣粉 如果洗衣粉用不完就殘留在洗衣機桶裡面 它就會侵蝕到裡面的軸心 最嚴重就是會有裂痕或者穿了洞 最後如果它斷開了 整部機就轉不了 整部機就洗不了衣服了 大型零件衝洗就最快 通常大眼仔或者一些歐洲的機器都會看到 你看到表面其實很乾淨 其實它裡面是非常之髒的 如果一個機殼這樣 是膠的 如果你用醋去清潔其實是OK的 也都會有少少殺菌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說扔進去一些金屬內桶的話 那就不建議用醋的 可能你用梳打 但是梳打粉的份量不可以太多 因為始終它的溶解的能力比較弱 容易凌生殘留 主要都是用比較少些份量 可能一茶匙這樣上下 扔進去 然後開一些高溫水去做一個洗桶一次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我們都可以定期去檢查粉格 定期去清潔它 尤其是中間 中間因為有油順劑的關係 其實都很容易會有污垢殘留在這裡 也可以用一些刷 可以在裡面進行做一個清潔 用完一部洗衣機之後 完成洗衣過程 那些衣服抽出來之後 洗衣機裡面還有很多水器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把機門打開 通風 用毛巾 把膠圈裡面的位置 把它擦乾 保持乾爽 另外最重要就是 連玻璃門的底也擦乾它 若然排水泵是有些東西擠塞了 或者有些雜物卡住了 動不了 其實就可以把它打開 把水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透過你自己的手 把雜物拿出來 令到排水泵可以繼續動 假設你用洗衣粉的話 就要注意洗衣粉的份量 很多人誤會了一件事 就是我放得多些洗衣粉 就可以有潔力得到更強 可能是的 但是它也會令到那部機有些損害 如果用到一些歐洲的 譬如前置式的洗衣機 或者歐洲頂鍵式的洗衣機 因為它用水量很少 有機會它的膠囊 是未溶解得完 有機會殘留在一個桶裡面 有機會殘留在衣服裡 甚至會卡住排水泵 卡住排水泵就會壞了 漂白水也好 或者滴露也好 它也有機會對金屬 或者零件有些氧化 所以我們都不會建議直接倒進去清潔 最後提提大家 如果想預約洗衣機拆洗服務 建議過了原廠保養期才送過去 因為在保養期內 自行拆開過洗衣機 是有機會失去原廠保養的 至少 沒有水泵 可以保養期間 在保養期間 你這一次